你见过真的闪电五连边吗 但很显然这家伙没有学到家 李贝利一开场就将鞭子疯狂地挥舞起来 但这次他遇到的是小杰 这小子二话不说就直接将地板给掀开 看你特么的还用鞭子 李贝利只好又用出了氮气喷射 将小三轮推开躲过了小杰的砖块攻击 不过小杰早就在前方等着他了 骑在他心爱的小摩托上 顺手将鞭子抢到了手中 然后将闪电鞭的电量调整到了最大 轻轻地按下了开关 李贝利这次失败后 直接被赶出了二百层 真是可惜可贺可悲 接下来小杰还有一场战斗 正是和老对手齐斗的 知道小杰已经变强了他 直接在原地将自己变成了大陀螺 疯狂地开始旋转着 让小杰无法近身 同时在身体中释放出了数量众多的小陀螺 一瞬间小陀螺布满了整个擂台 要知道小杰之前可是被他们 给直接打成了重伤 但经过四个月的修炼 小杰已经今非昔比了 这些小陀螺在小杰强大的防御之下 已经根本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这和以前的他完全是两个人 想不到他的进步如此之大 小杰对疾斗之前威胁窒息感到非常的不满 接下来他挥动着自己手中的鱼杆 他想用鱼线来捆住旋转中的疾斗 一眼就被对方看穿了 于是他加快了旋转速度 鱼线到他身边时竟然直接被弹了出去 但是小杰的目标 实际却是他脚下那块地板 天空竞技场也不知道因为他 而损失了多少块地板了 这次连同疾斗和地板一起被甩到了天空 等到疾斗落地之时 小杰狠狠地将拳头砸向了对方 竟然打的是他屁股上 长出来的那根钢铁独角 小杰的手也因此大出血 他恶狠狠地警告对方 这次是打你的第三只脚 如果下次再使阴招就将你的脸给打碎 随后他潇洒地离开了擂台 而因为他们实力的提升 天空竞技场也基本上满足不了他们的休息 云谷对他们表示了高度的赞扬 同时告诉他们已经通过了最后的猎人测试 念力的修行正是猎人考试的秘密测试 只有顺利通过的考生 才会成为真正的猎人 因为念力是每个猎人必须具备的能力 而这期间其实也是对他们心智的考验 如果心术不正的人 是不可能会传授给他们念起的 不过有些变态的家伙除外 此时云谷正式宣布 两人成功通过了猎人考试 很快两人便准备离开这里 云谷看出窒息可能内心有些波动 于是对他说不要气馁 因为窒息的才能在十万个人里面才会出一个 但唯独那两个变态 是千万钟才会出一个的奇才 这也使智喜更加的坚定了自己 因为离9月1号的拍卖会还有一段时间 于是小杰建议奇亚和他一起回一趟金鱼岛 奇亚也想去见识一下 于是马上就答应了 两人在第二天整装出发 他们向200层的工作人员也一一道别 如前台小妹妹 奇亚还调皮的用念气吹飞了 当时引导他们的那位姐姐的帽子 最后在电梯又遇到了那位曾经揍他们的小姐姐 奇亚调侃小姐姐说 等他下次来的时候 说不定小姐姐已经变成200层的楼主了 还给对方娶了个小名叫怪力猩猩 可以看出小姐姐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小杰虽然在劝他少说两句 奇亚认为自己现在有念气了 根本不用担心对方的攻击 但是他马上后悔了 柳朗作誌 后这个柳性脚 吉端 春天idan 孟… 祝疾 går 国内 他在当时 бук 连打 究童 我以為